忠心跟信心是有点不同的 但你也不能说完全不同 它有点关系 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为主忠心 就是事实上有些时候你不忠心 圣经上提到的就是说 所求与管家有忠心 就是你真的是求上帝的好处 而不是求自己的好处 很多时候你 大家都很多人都很会说一些很属灵的话 可是事实上你真的求的是神的国的好处 还是你的好处 你真的去把它次路剖开 你用神的话次路剖开 你会发现是不一样 不是说你不能求自己的好处 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要求神国的好处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中心是 其实你知道刚才提到起初的爱 我们要回到 我们不要失去起初的爱 我们一直以为起初爱就是我们起初对上帝的爱 不是啊 最起初的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啊 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时候你在哪里 你还不存在吧 你还没出生吧 对不对 好 起初神就爱你了 所以离弃起初的爱是你失去的神一开始对你爱 所以有一块很重要的中心是 你要一直相信神很爱 要一直相信神爱 那才是起初的爱 那才是更重要的爱 你要相信神很爱 你神很爱 至于信心的部分信心有大有小 确实信心大 耶稣有说有人有这两个人是信心大的 那两个那两个外邦人对不对 那个百夫长跟嘉南的夫人你的信心是大 所以信心有大有小 但是不是靠信心大才会成就啊 那就很像是就很像是我请你吃饭 请问你要多少钱你才会有饭吃 我就请你吃饭呢 你为什么还要有钱呢 没钱我也请你吃饭 你有钱也有请你吃饭 你有钱我不会请你比较好 你没有钱我会请你比较不好 因为我们大家在同一桌吃饭 你爱吃什么就自己加菜 但是有没有还是有钱跟没钱 有嘛 那你要多少钱才能够吃到这个饭 没有我请你就可以啊 所以救恩就是这样 赦罪需要有信心吗 不用因为是神请你 得医治需要有信心吗 不用因为是神请你 对不对 然后呢 罪得赦免病得医治 贫穷得饱足 被求出圈老 受压制得自由 通通都是福音 都是神请你吃饭 你只要愿意夹那道菜 你吃你就吃 有些人就只相信罪得赦免 他们就是一直只吃 他们就一直只吃 随便你喜欢吃什么 最重要的也许 他就是一直只吃肉 他就是一直吃同一盘肉 分明有20盘30盘 他就只吃同一盘 他就只要罪得赦免 一直吃 好吧那你就吃罪得赦免 我还有病得医治 贫穷得饱足 后面还有一个炸鸡 那边还有一个披萨 你就是只要吃那盘肉 随便你嘛 最少那是最重要的啊 你知道罪得赦免嘛 OK所以是这样 所以说心情跟中心 有点不同情 务必记得我们要中心 有一段事情就是 要不要离弃起初的爱 起初爱不是你对神起初爱 是神起初对你的爱 那才是最起初的爱 然后呢中心 如果说你继续的就是 你继续辨别自己的心 你是不是真的 回应上帝 上帝是你生命中 真的首要吗 可以慢慢让 我们也说实话了 不要讲一些好听话 说什么上帝是你 真的生命中首要 大部分人耶稣都只是 你生命中一个选择 但没关系慢慢让耶稣 从我们生命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重要 然后透过我们生命成长 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最重要 那是一个过程 你不用定自己的罪 不要骗自己 可是很多人在骗自己 在唱诗歌说 耶稣你是我的唯一 耶稣你是我的最重要 耶稣如果真的是你的唯一 你早上起床 你应该不是 你应该是一大早就很想要起来 亲近主 而不是主 这个时候我比较喜欢爱棉被 我比较喜欢棉被的温存 可是那是事实 可是耶稣亲口做到 亲自演出来 亲自做到 耶稣怎么做的 耶稣清晨就一个人 跑去旷野亲近天父 因为天父才是他最重要的 所以嘴巴说一套 心里另外一套 其实何必呢 所以 可是你要了解真实的 你自己你就是没有完美 上帝还是爱你 我们可以越来越好 越来越像耶稣 所以大家讲的 中心跟信心的差别